究竟这个社会或这个世界 它给了你什么 support你 你一生都用不同的方式 做社会参与 而且我不认为这个社会参与 有人说龙老师很有名 然后龙老师书非常出版畅销 可是我不认为这个社会参与 它报偿了你 用这么长的岁月去参与 为什么 妮娃你说得真好 因为出任公职两度 那个六年半 对于我而言 就像我现在在做基金会 其实是完全一样的 完全一样的事情 就是一个社会实践 社会付出 那你说为什么 这个投入会持续这么久而不屑 你要真的让我讲的话 我觉得跟过去有关 就是说 我看到我成长的过程里头 我父母的贫穷 跟生活的艰难 连我的高中的学费 他们都是要到外面去跟人家 开口借钱的 这样一个成长的过程 使得我对他那一整代人 有一种尊敬跟体恤 很深的体恤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是在台湾南部的渔村跟农村长大的 那我每天看到的都是 那个赤着脚在冬天的 真是冷得不得了的冬天的晚上 三晶半夜里带着他的鱼篓 跟他的工具穿着胶鞋 然后走向海边去打乌鱼的渔民 这是我每天的环境 然后在农村里头也是 我是跟着妈妈到菜市场里头 那些杀鸡的 然后那些小贩 所以我在那样的生活里长大的 对于上一代我知道他们的辛苦 我心里有很深的体恤 对于我身边每天看到的 这些最底层的生活的状态 的土地上的人 你很难不有所谓的慈悲 那当你有一天 你有那个能力去影响这个结构 去创造一个未来 能够让他们更安全 更少一点辛苦的时候 你当然愿意全力去做 而且永远做不完 悲心的力量 无限 非常的大 请听 2016年4月 4月的这个书 然后也希望大家 对于倾听跟龙老师今天的分享 很有感的时候 多关注龙老师 现在在龙仁台基金会 他需要很多的职工 大家一起来 来帮助 这个基金会 为台湾社会做更多的事情 非常谢谢龙老师 祝福你 问候你的大咪 谢谢 谢谢 很高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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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